過年期間是許多遊客出遊的日子 許多景點人山人海相當熱鬧 但也有不少遊客是希望避開庸舍的人潮 選擇到人少的地方去踏青 因此就有許多民眾選擇來到原鄉地區 體驗部落的風光與人文 因為我覺得市區人太多了 有時候需要來這種 沒什麼人的地方放鬆一下 而且這邊的空氣很好 然後整個環境也很舒適 可以這邊散步走來走去 覺得蠻棒 南投新鄉卡里布安部落 只要幹道旁都種了櫻花及其他植栽 讓人走在這樣的環境裡 都感到相當的輕鬆 每逢假日都會吸引不少遊客 前來旅遊踏青 過年期間也不例外 因此趁著過年春節假期期間 部落青年就自主發起辦理文創市集活動 希望將部落的特色帶給更多人看見 那個路邊有一個很熱情的人 告訴我們說這邊有市集 所以我們趕快來這邊瞧瞧 吃吃好東西 哇 真的是有意外的驚喜 那在過年期間 我們看到年輕人都回來這個部落裡面 那我們也知道說 部落是個觀光的部落 那我們年輕人來說 既然是觀光的部落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為這部落做一些貢獻 像例如這次的市集 或者是二手拍賣 不單單只是讓大家認識這部落 也能夠讓部落族人能夠凝結這感情 除了藉由市集活動 來行銷部落文創及農特產外 晚上還有音樂會邀請遊客們一同歡樂 希望趁著過年期間 讓前來部落旅遊的遊客 有更好的印象與旅遊體驗 同時也帶動部落產業有更好的發展 原是新聞NO 南投信義 財寶報導